武松跟宋江弟兄两个人在岔路口分道扬镳 宋江眼瞅着武松的背影怀着依依难舍之情 看着武松渐渐远去 一直瞅着武松的身影消失在古道尽头天际之间 宋江一转身自个儿登城上路 奔着清风寨就走来了 宋江以为啊 自己这回头到清风寨见到小李广花荣 可以在小李广花荣的清风寨里多住些时间 可万万没有想到 宋江这一来给小李广花荣惹出了一场很大的风波 宋江先是路过清风山 在清风山上结识了三位寨主 这三位寨主 一个叫白面郎君郑天寿 一个叫矮娇虎王英 一个叫锦毛虎燕顺 结识了三个寨主之后到了清风寨 他可不知道这清风寨小李广花荣是个副之寨 就是副手 还有个正之寨叫刘高 这个小李广花荣由于跟这个正之寨刘高两人一文一武不目 宋江这一来呢 这个正之寨刘高就抓住一个忌口 认为宋江是一个杀人犯 最后越闹越僵 闹到这位刘高把这小李广花荣跟宋江一块抓起来打入目龙丘车 还是清风寨这三位寨主把他们给结了 结完了之后把小李广花荣跟宋江就就到山上 就到山上之后小李广花荣一看这官也当不了了 那只好就在清风山上也落草为寇 他这一落草为寇 这附近有青州府啊 这个青州府的知府是慕容之府 慕容之府他的妹妹就是慕容皇后 是皇上的妃子 这个慕容之府呢派手下一个得力干将 叫霹雳火亲明 另外还有一个镇三山皇信 这两位去争搅清风山 结果由于宋江在清风山上给他们帮忙 出谋划策 结果是秦明和黄信这两个人也归顺了清风山 这么一来 他们最后一举下山 学习清风寨杀了刘高 这个清风山上势力可就壮大了 壮大之后 他们就商议往哪里去 宋江一看 现在唯一一个去处就得上梁山坡 他们说了上梁山坡没有认识人 宋江说那不要紧 梁山坡我有认识人 梁山坡的一把手朝盖 跟我是好朋友 那就由宋江领着去吧 于是宋江跟这几位寨主带着几百名楼楼兵 就告奔梁山坡而来 这一路上呢又收服两个小寨主 一个叫小温侯吕方 一个叫赛仁贵郭胜 这样的话队伍打在了一起将就一千来人奔梁山坡就来了 按说宋江啊 这一路到了梁山坡带着这支队伍就上了梁山 结果到了梁山坡的这个水边上 有一个村镇 宋江跟锦毛虎雁顺 他们两个人是提前走了一步 先上梁山坡打前站 到这个村镇呢 碰上一个人 在酒锅里吃饭的时候认识的 这个人叫石将军石勇 石将军石勇呢 身上带了一封信 这封信是宋江的家信 认出宋江之后 这石将军石勇就说了 说我呢 是在小学木柴晋那来的 柴晋曾经跟我说过 说当今天下 能跟我齐名者只有一人 那就是及时与宋江 这石勇就说 我就想要见你那宋江 他说你要想见宋江 那你就上他家去 因为宋江贪了官司了 曾经在我这住过 优打我这动身的时候 他说要去白虎山 去没去我不知道 你先到他家里边去一趟 这个石勇自个儿就说了 我到了宋江的家里边 就碰上他的四地铁扇子宋青 宋青一听说 我是找宋江的 他就给我带了封信 说这是我写给我三哥的信 你见了我三哥 一定把这个信亲自交给他 家中有急事 石勇说我传了个信 问他们宋江在哪 他们得到你的消息 说在白虎山 我到了白虎山 一问孔太公 孔太公说 你就上了清风寨了 我又到清风寨 一打听 在清风寨说 你上了清风山了 所以我就追到这来了 追到这才是见了面 这封信 我得亲自交给你 这石勇把这信就掏出来了 一交给宋江 宋江一看这封信 宋江当时就一愣 为什么 一瞅这封信是逆风的信 为什么叫逆风的信 像宋朝啊 这个信怎么风 有不说到 有顺风 有逆风 左压右 这叫顺风 右压左 这叫逆风 要是顺风的信 这就是平安家信 要是逆风的信 这说明里面就有恶号 宋江一接这个信 这个信封就先是一惊 然后把这个信打开之后 宋江打开一瞧 是他弟弟宋青 写给他的一封信 简单的几句话 宋江一看 当时堕足吹凶 宋江就哭上了 为什么 宋江那是笑意黑三郎啊 有名的大孝子 一听说自个的爹死了 没敢在家里 临死 弥留至继 我这个大孝子 没能尽孝 宋江那是毁死了 恨死了 顿足吹凶 一痛大哭 锦毛虎彦顺 跟那个施将军施勇 就劝宋江 说别哭了 说大哥 您怎么办吧 宋江眨了眨眼泪 就跟锦毛虎彦顺说了 说兄弟 我本应该领着你们 上凉山 可是现在 我不能上凉山了 一刻我都不能去 我得立即回家奔丧 锦毛虎彦顺 后边大队伍马上就来了 您把我们领到这 您要回去走了 那我们上凉山找谁去 朝盖人家要不收留我们呢 宋江说不要紧 我给你们写一封书信 你们拿着这封书信 到水亭找朱桂 朱桂 朱桂见了我的信 一定送上凉山 朝盖认识我的笔体 他见了这封信 肯定是烧留你的 宋江当时就在这饭馆里边 借来纸墨 铺上纸张 提起笔 就给朝盖写了一封信 也说明了自己为什么不能亲自上凉山的原因 写完这信之后 把信封好了 交给锦毛虎彦顺 彦顺把这个信接过来了 说大哥 您现在就这么走 我走 宋江啊 有哪那个石将军 石涌手里边 要过了一条哨棒 主持这条哨棒 宋江转过身来 迈步万回就走 说往家里奔丧 宋江不得骑马吗 宋朝还有这么一个规矩 孝子奔丧 不准骑马 就得不行 宋江这儿可真是急了 急不得往家里赶 当宋江赶到了运城县自个儿的宋家庄 这庄口的时候 正好是啊 赏武刚过 宋江一进这村口 离开家乡已经是一年多了 也进村口的功夫 就发现村口旁边有个张家酒店 这个张家酒店开酒店的老张头 那是宋江的长辈 宋江从小的时候就认识他 这个老张头正好在那个酒店门口站着呢 老张头站着瞅着宋江走过来了 宋江一看见这村口 这眼泪就先出来了 为什么 我爹死了 到了我家了 我未能奔丧啊 难过 含着泪 一到村口这儿老张头瞅着那像宋江 我说 那是三郎吗 他一说这句话 宋江停住脚步 回头一看 哦 张老伯 您好 哎呦 三郎 可有日子看不着你了 你跑哪儿去了 我一直在外公路繁忙啊 我今天回家来了 回家来了 看看你爹呀 哎 张老伯 别提了 我爹已经病故 啊 什么 你爹怎么的了 我爹已经病故了 宋江 你小子喝酒了今天 是不是喝多了 我怎么 我还喝什么酒 老人家 我是奔丧回来的 你爹病故了 什么时候病故的 哎 我弟弟给我烧去书信 就在上月 上月 他妈的 这事儿他可真怪了 哎呀 这连头啊 都说不清道不明的 那你爹病故了 那你爹刚在我这喝完酒走的 他怎么病故的 啊 啊 老人家 不对吧 怎么不对呀 我不认识你爹呀 我们俩从小 他妈光着屁股长起来的 啊 我还不认识他呀 他天天两遍酒 都上我这喝来 刚喝完酒回去 跟我还说呢 回去咪一叫 那什么时候病故的 这会儿刚病故啊 宋江当时已经就一愣了 心想这怎么回事啊 老人家 真的吗 那还错得了吗 你回家看看 看看 要真病故了 给我送个信啊 我得上那儿调校去 好 宋江逼了这棍子 就奔着自个家里来了 来到家 一进这大门 宋江一看 这个气氛不对 这院子里边 既没有灵棚 也没有棺材 非常的宁静 宋江迈步往里走 正赶上铁扇子 宋青这宋四爷 有打 郑乌出来 宋青一出来 哎呦 三哥 你回来了 我回来了 来了 敬服敬服敬服 来到屋子里边 宋江往里一坐 把这棍子往旁边一立 就先问宋青 宋青 我问你 咱爹 怎么回事 宋青说 怎么回事 咱爹 在屋里睡觉呢 睡觉呢 宋青 那信是你写的吗 是我写的 你写这封信 你咒不咱爹死了 你是不孝之子啊 你知道我招多大气 散多大火吗 我急急地往回赶呢 脚上都摸起泡来了 别着急 别着急 三哥 这事他不怪我啊 这可不是我要这么写的 哎 这是咱爹让我这么写的 咱爹说要不这么写 你回不来 这么一写 你就回来了 刚说到这儿 就听李屋 老头说话了 谁啊 三郎回来了 宋江赶忙站起身来 来到李屋 一看老头 可能是刚才睡觉呢 一听说外屋有动静 他起来了 在床崖上坐着呢 宋江急忙跪到山区 老人家 老爹爹 而给爹爹叩头 哎呀 好 起来吧 起来吧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啊 老头站起身 就来到外屋 在这探计师椅子里一坐 宋江啊 你这个小畜生 走了之后 躲在避难 这一去 你就不回来了 多长时间了 你爹我心里边挂念着 你知道不知道啊 老人家 我知道啊 我也没断了 往家里边烧信呢 您不知道 我知道 烧信 烧信能代替了贱人吗 哎 我听你埋怨你兄弟 这个主意是我出的 我曾经让人给你带信 让你快点回来 带个信你不回来 带个信你不回来 你俩在外边转悠 当爹的我担心你知道吗 我担心你在外边 就跟江湖上这些个匪寇 在一起打连连日子长了 你就跟他们是一路人了 我们老宋就是什么人 我们老宋就是大家大户 是忠孝门庭 不能跟那些匪徒们在一起打连连 所以 我就跟宋庆商量 怎么办 前四后想最有效的办法 就得说我死了 一说我死了 你听见信 准能回来奔丧 我料定你会这样 这招真灵 你回来了 爹呀 就想要见见你 没有别的意思 见见你呢 从今往后 别走了 为什么不走了呢 这里边还有另一个原因 也是让你回来的原因 当今皇帝 策立太子啊 降下一道诏书 普天下 各州府县衙 这诏书逐渐的都来了 凡属犯罪者 减罪一等 我问了衙门里边那个猪独头了 雷独头也跟我说过 说这个功夫 如果你回来 当初你不是把颜泼系给杀了吗 按说杀人偿命 这样的话 你的罪名就小了 最重最重了 判你一个充军发配 几战二十 你在运城县 当过差 这衙门里边大伙 对你看法都不错 你回来呢 咱们自个儿就上衙门里边投案 投案之后呢 把你这个官司了结了 就说是给你充军发配 咱就喝出去了 不管发配到什么地方 三年两载 行期一买 你就回来了 回来之后啊 你守着你爹在这 过几天安心日子 你别在外边东跑西奔你了 你奔到哪年算一个战呢 宋先生好吧 老人家 您对儿的这片心意 儿我知道了 那 依您的这意思 我明天就上衙门里边 去投案吧 对 明天我领着你 上衙门里边就去投案 让老爷给你判个刑 宋江一听 好 宋江也知道 这个老爷子 这是老正统 绝对不允许宋江到外边 跟着江湖上的这些 陆林的豪杰打连连 宋江想 爹既然是这样的 我就得听我爹的 宋江呢 这心里边也踏实了 一看老头没死 可是就在宋江回家的当天晚上 忽然间就听这宋家庄 外边是一阵大乱 衙门里边来了 有一百多人 哗的一下子 就把宋江 他们这个宅院给包围了 为首两个都头 一个叫赵德 一个叫赵湘 这两个人 邦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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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敲门 老头马上吩咐 首先人去开门 家人把门开开之后 呼的一下子 拥挤了一万人 为首的两个都头 是赵德赵湘 站在院子里就喊 宋江回来了吗 跟我们走 到衙门里边去打官司 结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